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一開始三倍堂在做的時候 就會說他一定早早就會倒了 因為他沒有錢 他會花很多錢在做 那其實我們花費最多的就是藕 這樣的一尊藕做起來可能十萬、十二萬 但是我們當初就是從一開始制度就很清楚 就是我們要做一尊新藕之前 就會先問團內的志工 那個有沒有人想要認養他 那如果有人想要的話就是 就是遵從土雕刻造型到衣服 統統都是由他出錢 其實我覺得到後來 他的本質還是要會動 所以我們會選擇就是說 既然我們花很多錢做一支木耳 那為什麼不要把它拿出來更活動一點 讓它去呈現出他原來 他在靈活靈見的樣子 所以我在想說其實我們在做衣服的時候 然後跟做造型 一開始都會考量到說如果木在動 有什麼問題 比如東西會掉啦 刺品會掉那些的 可是到後來其實 這些問題並不是問題 是要不要去做這個事情而已 你只要願意去做 東西掉了怎麼樣補上去就好了 沒有東西是不會掉的 其實台灣會做造型的加起來 應該是幾次 對就是我已經可以忙到 忙到我可以為了布袋犧牲 我跟你講這個晚上 可以不吃不喝然後甚至到住院 就是已經忙到住院 然後醫生說你要馬上住 他說可以等我這禮拜六日把片子拍完之後 再來住院 醫生說不行 對他說如果你不馬上住院 你可能就沒了 對但是他在想的是 他如果沒有來片子會很難拍 對 進度會弱 然後進度會弱 對 對 所以後來我就逼他去住院 對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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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就說 我沒辦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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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言語來形容我 對布袋犧牲這一塊的熱愛 你人美了 我們就美了 我們的眼睛就美了 對 所以我才說我沒辦法用我 對布袋犧牲的喜愛這一塊 就是用言語來表達 其實我已經可以瘋狂到 甚至 可以不過自己的生命 對 為了他 就是去 就是你看他 他心想說我可能沒辦法 因為我會死 這個是可以放在這裡 我還是堅持要想要把 布袋犧牲這一塊做為這樣 好 你可不可以先留著 你幫我拉著這樣 這裡 用拉著上面 好 好 我家裡也是演名戲的 以前演台戲 那種傳統布袋犧牲 所以當我來下面場的時候 其實有一陣子很不習慣就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對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只是當我漸漸習慣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許我可以再往另外一種方式 往另外一種方向去發展也說不定 對 就像舞台劇 就像我們的音樂劇一樣 它就是一直我想要發展的 布袋戲舞台劇那種感覺 就是 我不想要一個布袋戲 就是局限在一個框框裡面演出 我希望它是整個在舞台上跑的東西 對 就是戰兵場實現了我這一塊的夢想 對 包括連拍電影都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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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